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现在是2023年的1月4号 欢迎大家回到虎啸人生节目开始 之前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虎年已经在倒数当中了 虎年就要结束了 也代表着这个虎啸人生系列 已经是最后的几期了 且看且珍惜吧 那么当然这个虎啸人生 讲到差不多最后的时候 也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局 也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就是大家万万想不到的 大家意想不到的东西 就是那个现在的反对党 现在反对党就是国门 就是土团党 就是那个比较党就是义党 今天呢 那个反对党的领袖 汉扎仔努定 当然汉扎仔努定 就可以代表完他们全部人了 汉扎仔努定 刚才他宣布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就是这个反对党呢 支持安华政府 支持安华团结政府 然后呢 反对党呢 不会呢 其实是暂时不会的 这个很长时间都不会的 不会去想办法呢 推翻团结政府 不会想办法呢 走后门啊 做那种乎乎乖乖乖的东西呢 去把这个安华团结政府 给推翻他们作战去 他讲他今天呢 他刚刚讲了这句话 那么这个对国家来讲 对社会来讲呢 对大家来讲呢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呢 我们的国家呢 非常非常需要政治稳定 因为呢 这个人民啊 现在真的是水深火热啊 那个穷苦的 那个贫穷的 非常非常的穷啊 穷到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一一举例子了 是不是 我们别的节目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 国家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府呢 来拼这个经济啊 对不对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啊 各位观众朋友 真正可成大事者 真正可成大业者 其实这个是这个汉扎仔牛丁 那些丁丁啊 哈地啊 那些那些不可以啦 第一他们太老了 第二他们的思想啊 太过太过什么了 等下会一一跟大家讲 所以 他说 国门支持安华政府了 就是反对党不会推翻团结政府了 所以他今天是 由反对党领袖呢 汉扎仔牛丁呢 亲自跟大家保证 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呢 去替换这个政府 反对党将继续支持安华政府 所以这样啊 所以他说 反对党让安华有机会执政呢 他主要就是为了要让 要应对这个2023年呢 2023年很惨啊 全世界经济会下滑啊 全世界会很惨 那么大马呢 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所以他说要证明反对党是真正关心国家福利 关心国家的这个福利 关心国家的这个福利 啊 那么这个 这个 谣言呢 整天就落在这个 我们的Itsmael Supply前走向身上咯 他去到那里呢 你就讲说 又去找丁丁 啊 最新的谣言呢 就是说这个Itsmael Supply呢 跟丁丁呢 在London做 London Action London Mission 在伦敦呢 颠覆团结政府 结果Itsmael呢 哎哟 我人在阿布达比啊 阿布达比啊 阿布达比啊 不相信我放照片子 你看 我确实是在阿布达比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啊 又讲 又来讲 我去跟丁丁在一起 推翻团结政府是不是 啊 那么突然间 为什么韩萨仔努定会 讲这么温和的东西呢 讲会支持安华团结政府呢 其实呢 啊 讲起来很好笑的 啊 讲起来很好笑是呀 春代呢 春代被被抓住了 啊 他今天安华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宣布 就是说 政府不会取消所有全部展的退休金 啊 我跟你讲 啊 做来做去呢 他们这群国门的这个后门政府啊 后门政府的这70多个部展呢 所光经的一个东西就是有没有退休金啊 啊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讲那个俗话叫做春代给人家握住了 啊 人家今天安华呢 他真的要不给呢 他可以找100种理由啦 扣100个帽子给你啦 啊 总之把你们退休金cancel掉 啊 反正他们好像确实是做不到三年 做不到三年是没有 没有 没有退休金可以拿的 啊 那安华今天突然间宣布呢 好啦 跟着落走啦 啊 啊 该拿的就拿了 啊 现在只是现任的部展呢 减少减少一些福利咯 啊 你们之前做了就做了咯 你们就吃到死了拿到死了 啊 讲了讲了这句之后呢 啊 安华仔努定立刻回应了 好了支持安华团协政府 所以呢 你们不要把他们想到有多伟大知道吗 不要把他们想到有多厉害啊 不要讲那个绿色海啸多厉害啊 来来去去就是为了自己的退休金啊 就在退休金啊 这个春贷给安华抓住啊 有一天安华cancel了他们退休金啊 后果无法想象啊 所以呢 这样子呢 政治会稳定了啊 我们继续看新闻 那么安华仔努定提醒政府呢 哎呦 既然既然你要收紧措施 赶紧公布那个SOP 大家我们才能够配合 那些预防性的SOP 那么今天安华已经做了一个重大的宣布 就是大马会收紧的入境措施 所以讲很明白给大家听就是呢 早早叫你们出国去玩 不要出国去玩 现在呢 回国呢 包括我们大马人回国啊 回国开始来咔咔咬咬咬了 跟你讲啊 不懂要隔离啊 要test啊 要什么啊 不知道 安华还没宣布 总之回国之路很难回 总之外国人进来大马呢 开始很难进了 那么政府一决呢 收紧这个入境审查呢 并非针对中国 所以讲很清楚了 没有人针对中国 我们都希望中国游客来 但是希望呢 不要把病毒带来大马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我们的底线 我们大马不能够爆发那个疫情 然后不能够在MCO 这是我们大马人的底线 除此之外呢 放给你们来 知道吗 没有人针对中国 那么最近中国呢 谁讲他不会报复 开始报复了 开始 list那个清单了 什么国家针对中国旅客呢 一定报复 谁讲不会报复 是不是 那么关于像是那个沿海战舰呢 我们以前讲那个引擎船 照来照去照不好呢 现在政府要多贴115260万呢 把那个船照出来 还有上艘把它建完 有一艘呢 今年呢应该可以完成 然后呢 对东马来讲呢 是好消息啊 那个所有5000万以下的project呢 交回给那个沙巴跟沙拉巴的政府呢 自组存 就是什么东西呢 都不要去给普拉杰亚这边西马去签 要不然呢 以前啦 以前给西马签一个名 签一个名呢 就多几千万出来咯 哎呀 那个洛斯马的事情 我们就知道了咯 以前要洛斯马他们签一个名 签一个名 多几百万咯 多几千万咯 人都知道了 以前的那种做法咯 所以这个东西呢 沙巴沙拉巴可以自己做 只要那个金额不超过5000万的 追东西快快做 马路快快见 那个沙拉巴很多条 马路快快见 快快跟他见好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去到这个 这几天最风风雨雨的这个课题呢 这几天的风云人物呢 就是这个 这个吉达州的 伊党的回教党的这个大臣呢 他讲说 哎呦 就不管怎样 他都会禁堵 不管有多少的税收 他禁就是禁 然后今天又开始讲这个东西的话 讲到兰卡维的问题呢 那吉达这样保守哦 那个兰卡维 安德吉达州哦 兰卡维是 全国外国人在兰卡维穿比基尼的哦 他讲说 因为兰卡维的那个卖酒的类证呢 是属于联邦政府所管理 因为他是免税导 他州政府管不到 他没有办法 但是他已经话已经讲清楚了 他说 华人呢 可以自由喝酒 可以无限量买酒 卖酒 可以卖 但是在乡乡 那个穆斯林比较多的地方呢 是 不可以公开卖酒的 真的吗 禁止公开卖酒啊 真的 够清楚了没有 然后这个 伊丹的老二 帕斯的老二呢 最近了上一个风波呢 就是我们新的那个 新的那个航空公司呢 买Airline呢 啊 他不是看人家飞机有多好 服务有多好 还是看人家什么什么 他跑去看空姐 他讲空姐的那个制服呢 上下手办 结果呢 被人家骂翻 那么这个 讲起这个酒的东西呢 最近那个Dubai呢 开始他要取消掉 30%的那个酒精税 因为Dubai 是可以自由买酒的 他然后呢 现在 谁要在Dubai买酒呢 你 可以拿一个Lightson 你就可以去买了 然后因为之前价钱很贵啊 他现在要把价钱这样低啊 为了抢这个客啊 你看那个现在经济多么重要 你看新加坡人 可以进来吗 啊 新加坡人进来 进来到新加坡啊 这个楼南呢 最近生意很好啊 啊 全部他讲人家沙漠到干干净净 因为那个货币的关系 新币对 那个马币对新币的关系 用新加坡钱来买这个马来西亚的东西呢 是非常便宜的 一进来就是 整册跟你在玩 那么 人民方面呢 最近也是在抢 最近这个水呢 卖的很便宜呢 大家都在抢 啊 场面非常非常的 这个 这个混乱 就是 大家有没有去抢新年货呢 所以那些所谓的 绿色海啸呢 人家讲那个什么呢 他其实是被高估的东西 是被一些媒体呢 他推到过头的那个东西 当那个没有钱的时候呢 但人民真的是穷到啊 我刚才不是讲了 人家已经穷到有多穷了 是不是 他就没有能力再搞这个东西了 然后他们已经不是执政党 之前呢 国门是执政党 之前后门政府叫做国门政府 国门政府 是后门政府 他可以用国家的钱呢 去找人支持他 现在不能够了 啊 所以 所以我们在我们讲大一点点啊 啊 所以我们看过去呢 这个国门之治呢 国门之治呢 不过是退休金而已 一 啊 这群国门的政客呢 做来做去呢 就是为了他 有没有退休金拿罢了 哎 他们退休金很丰厚一下的 退休金够他吃一辈子啊 过着很好的生活啊 几万块一个月几万块了 啊 他们做来做去呢 就是为了他们的退休金 这个就是他们最大的志向罢了 那么 一胆之治呢 一胆的志向呢 啊 只不过在于呢 敬酒敬毒而已 啊 开玩笑还可以讲一句 一胆之治呢 不过在于空姐而已 咦 啊 他老二看空姐吗 啊 你们他的老二这么喜欢看空姐哦 啊 啊 他讲空姐应该给人家骂了是不是 所以 一胆呢 他们最大的 他们能够干到最轰轰烈烈 最惊天动地的事情呢 不过就是跟你敬酒敬毒咯 啊 啊 然后他们很喜欢看空姐的 就就 他们就是这一种人罢了咯 啊 也做不到什么事情咯 然后又怕退休金给那个安华 抓住那个春代咯 没有退休金拿咯 这个就是他们的志向 所以他们的志向呢 不是治国 不是拯救人民 不是管救人民于这个水深火热 这个东西他们做不到 啊 救灾救难这些他们都 做不到 因为至少我们看到他们没有做到 是不是 啊 所以呢 啊 结果他们现在呢还是 稍微低一点头 稍微退几步 这样支持团结政府 不会对颠覆团结政府呢 啊 这个也是呢 很值得上伞的 好好扮演好反对党的角色 改天团结政府那里做不对呢 啊 鸡蛋搞不出来呢 啊 你们就讲这个就好了嘛 是不是 啊 好了 那么这一期呢 啊 大团圆大圆满 恭喜恭喜 所以这个汉萨仔努定这样讲呢 点赞点赞 OK 所以大马和平呢 2023年才有希望啊 要不然这个2023年啊 啊 啊 两边在那边大乱啊 啊 两边在那边大乱 啊 那个人民人民 穷的 哎呦 谁去谁去管人民对不对 好了 啊 啊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有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